有爸媽媽嗎 有沒有常告訴你說 欸 你要放電視 欸 水仔合起來 人家好心的閉路 治療的情形就有可能是口唇閉合不全 在你日常生活的時候的一些標準 所以 大家閉不起來 我講的是嘴唇嘛 就是嘴唇的閉合不理想的話 我專用意思叫做口唇的閉合不全 我們的嘴唇比較放輕鬆 或是下意識上 上下嘴唇的閉合很好的閉合 而是放輕鬆的時候可能會有開開的 超過某一個程度的大小 我們就叫做口唇的閉合不全 嘴唇閉不好 臨床上會有幾個啦 比如說 有爸媽媽嗎 有沒有常告訴你說 欸 你要放電視 欸 水仔合起來 人家好心的閉路 或者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總是會感覺到 嘴巴總是開開的 晚上的時候總是用嘴巴在呼吸 並沒有用鼻子來呼吸 那早上起床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開著冷氣 喉嚨就會覺得特別乾 或是不舒服 這種就是典型的 口唇的閉合不全 會造成幾個 第一個單就是 看起來會比較淡一點 然後 常常用嘴巴在呼吸 我們就用鼻子 口唇閉合不全的換手 一般的時候 我們都會嘗試去把我們的嘴唇閉起來 那這時候 我們可能會自主 用到一些肌肉 用力去閉的時候 把上肌去拉長 所以你會發現 你的人中 講我們要閉起來的時候 人中會拉長 第一個下唇要往上 所以我們就用到下巴這塊肌肉 那我們在用鼻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下巴這塊肌肉就鼓起來 然後 而且出現一些皺褶 像是這樣的 嗯 這樣的情況才能夠 去把嘴唇閉得成 治療的情緒 可能是口唇閉合不全 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的一些表證 一般來說 就是口唇閉合不全的換手 簡單講就是 我們的軟組織 我們的上下嘴唇 沒辦法去包覆 沒有辦法包覆 我們裡面的硬組織 那裡面硬組織 主要是就包覆我們的 上下二骨 跟牙齒 在矯正 或在正的方面 它就是一個 我們專用名字 叫前臉部的過腸 也是從我們的鼻子下端 到上二 到上排牙齒 到下排牙齒 到下巴之間 這個長度 太長了 我們的軟組織 沒有辦法跟上它 一個東西 空氣包不住 我們得用力去比 那時候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的成癮 其實現在的小村 都一直都會認為 跟我們的發育 跟小時候 我們的鼻腔的呼吸道的 暢動的程度有關係 那我們常常在臨床上看到 比如說小時候 可能是一個鼻過敏 過敏或是鼻子常堵塞 大家一定會有 小時候有一段時間 就是比如天氣變化 或者是 塵寒比較多的時候 每天一直在流鼻水 那鼻子總是會容易塞住 但在發育期的時候的長期的鼻塞 對我們的上下二股的發育 就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鼻子會塞住的時候 空氣就沒辦法從鼻子進去 所以那我們得選擇 把嘴巴張開 用口呼吸 所以說我們的上二的生長 它就會長得比一般的時候 還要再更狹窄一點 那它甚至因為它長寬度的不夠 它就可能變成往下生長 所以一部分就變成我們的上二 會長得比一般的比例還要再長一些 那連帶著也會讓我們下二去往後去旋轉 逐漸會變成我們的前面部 過腸的一個情況 在臨床上長大了 雖然我們的鼻腔的呼吸 或許沒有像小時候那麼容易會比賽 但是骨頭跟牙齒的行程已經完成了 我們在放鬆的時候 嘴唇還是會幹不住我們的骨頭跟牙齒 所以還是維持在 比如在睡覺這種放鬆的時候 還是一個口呼吸的情況 在表身外觀上面 會有什麼明顯特色 第一個 因為上二股長得比較長 所以或許我們笑的時候 往上的骨也會露出來特別多 那在口腔裡面看起來 就像是牙齦 會露出很明顯的效應的情況 那第二個 大多數的情形 可能會是比較後縮的一個情形 部分的患者在台灣 也不一定是後縮 它有可能是護斗 因為骨頭的生長 它有可能會下股生長的情形 它是比較多 而是往前 但是這樣子一個下股生長過多 它又不是點停的 就是下巴很長的 往前生長護斗 而是往下旋轉 也是下巴的垂直長度又再更長 這樣子也是一種 護斗型的開養的一個情況 一般來講 口唇閉合不全患者 我們看的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看他的鼻腔的呼吸 是不是已經恢復正常 比如說小時候的父母 但是其實很多患者長大之後 鼻腔的呼吸還是非常的阻塞 所以我們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他嘴巴閉得好之前 我們要先確定他的鼻腔的呼吸 我們都是非常的通常 來能夠真的有效去把嘴巴閉得閉 鼻腔的呼吸去比較改善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去治療 這地方前臉部的過長 我剛才說過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骨頭跟我們的牙齒 當然有一些情況 比如說 因為骨頭生長過長的關係 所以牙齒的角度 真的會比較外翻 有些情況或許單純的矯正 就可以稍微去改善他這樣的情況 但是其實大部分量口唇 閉合呼吸的患者 也常見在我們一半身手術的患者裡面 是需要去移動我們的骨頭 有可能會需要去把過程的上腦筒 然後往上或是過於後座下腹 去恢復他正常的位置 讓我們的牽連部的長度 恢復成我們的嘴唇 可以去覆蓋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用手術的方式去做處理 假如我們什麼時候沒有做 我們一直維持這樣 對我們未來生活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呼吸的問題 因為持續性的口呼吸 它確實會造成整個口腔內 包括我們的呼吸 包括我們的牙齒跟骨頭的情況都比較不穩定 持續用嘴巴張開的呼吸的時候 我們上下腹的牙齒的對合程度 因為上腹又比較窄 那下腹的骨頭被往後推 牙齒的咬合的一個密度 或是穩定度一定比較不夠 舌頭也會因為比如前面是看癢 所以它會不停的去要塞住那個洞 讓我們可以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去吞咽 可能會造成牙齒的混亂啊這些問題 一般來講晚上的所有的口呼吸 也容易會造成口腔內的口水的滋潤度的不夠 長時間容易產生像牙周病 或不是蛀膽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我們都得要列入一些考慮 另外有一點也蠻特別的 閉合不喜歡患者 因為常常是我剛才說過 常常是下腹比較厚手的一個情況 平常的時候會比較想 讓嘴唇可以閉起來 在我們的咀嚼肌的這些肌肉 都會特別的用力 就是想要把我們的 原本比較厚手的下巴去往前掉 我們要稍微往前拖一些 讓我們的下巴可以去跟得上 上嘴唇 讓嘴唇可以輕鬆的憋起來 所以這樣子下腹比較厚手 然後又想要把嘴巴閉起來的情況 我們的肌肉就會長時間處於在 比較過度受受的情形 所以在一些臨床上也常見 肌肉會有些積極膜疼痛的一些情況 它也是捏了上來的一個部分 在我們這時候的治療 要怎麼很好地去讓嘴唇 可以輕鬆地閉起來 確實是可以讓我們肌肉 或是我們的咬頭或是關節 可以去放鬆下來的一個關鍵 假如只是下巴過短 我們是不是可以利用 比如說讓下巴的骨頭去往前 那嘴唇是不是就比較容易可以閉起來 我認為確實有機會可以改善一小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過臨床的診斷 比如說我們當然要先排除 像我剛才講的 下腹是不是還是很長的 是不是有同時有效應的情況 包括你下腹的後縮的程度 是不是單純使用下巴的前移 就可以讓肌肉沾得上整個嘴唇 這些確實都得要平估才會知道 這件事情相關到你的牙齒咬合 整體的臉性的美觀 但輕微的下巴後縮 確實可以考慮單純用下巴的理解骨 去往前移動去稍微改善這件事情 我還是得透過臨床上的檢查 才能夠去分辨 比如說前臉或過長 上下顎骨呢 或是單純的時候下巴這一點的問題 我的問題